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乐器叫做二胡 是中国民族拉弦乐器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样乐器 它的音色相对来说比较中性 它可以表现的特点也比较的宽泛 可以有很柔美的 也可以有很痛苦悲愤的 可能因为二胡它比较善于表现人内心的痛苦 因为它的声音跟人的声音很贴合 所以它刚才我拉的这一段主要是表现在旧社会的时候 人们的那种内心的痛苦和期待光明的那样的一种心理 这首乐曲是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 非常经典的民间音乐叫做江河水 大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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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